特殊的药饼像是食物 独特的中医外治 巧妙的格药爱酒 当时就感觉到挺温和的 挺舒服的里面 就像你抱着肉水袋 光是烫皮 但它不让里肾 这个就有一种热的感觉 是往肚子里头肾 红桃性香 格药爱酒至肠聘 中华医药马上播出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医药 北京中医药大学 东方医院钢肠科 刘仁海医生逐一点燃患者腹部的爱助 这些爱助并不是直接放置在皮肤上 下面垫着的咖啡色小圆饼 倒很像是食物 爱助就这样慢慢燃烧 患者体会到了温热的感觉 像我下巴肚子比较渗 那种热热的 那种感觉 感觉有一股小的热气流 通过皮肤感觉在这个胃肠里边 好像直接在窜 好像进去了 因为我们这些病人全都属于肚子一冷炸 现在有这个就像一小火炉似的烤 觉得挺舒服的 张女士这番话 道破了他们来做这种治疗的缘由 就在几个月前 他们两个人都在被一种难言的痛苦折磨着 肚子疼 晚上肚子胀 尤其是到下午两三点钟以后 这肚子就开始胀 白天你的皮带扣 跟你晚上的皮带扣准保持错 往后错俩扣 为什么 它是因为胀气胀的 肚子撑着你 就觉得有很多气体存在肚子里头 一是胀痛 二是一个比较精软的脚痛的那种感觉 特别痛 我自己的感觉 而且说比较容易腹泻 而且是经常性的腹泻 就是隔一段时间就感觉 哎呦我得想去 呃 肚子的胀痛 加上无法控制的腹泻 那种难受的滋味 可着实是不好受 你别低头看 你低头一看 池子里的厕所变池里 绝对是有浓 大便上有血 甚至于池子里都能染红色 员里有血 感觉犯害怕 所以到医院进行一些浅血 疯便的浅血 还有沉血的一些检查 然后医生告诉我们 是这个溃疡性结肠炎 发现大便中有浓血 他们都感到很紧张 于是赶快去医院做了检查 都被确诊为溃疡性结肠炎 这个是那个变额的那个 检查镜的片通片 这个呢是治疗前的 治疗前的检查镜下的表现 从这个片子可以看到 这么多溃疡 溃疡 这个高度不平 溃疡和出血点 这是红色的就出血 它出血就是溃 溃要烂了 它就出血 就黏膜出血 为什么有浓呢 它就黏膜 封面的封面物 有浓血变 我说这个病 其实还是蛮严重的 如果说时间长远 不治疗的话 可能会导致一个 癌症的一个病变 所以这个刚才说完之后 我感觉就特别的有恐惧 诊断结果令人恐慌 而在找到刘仁海医生之前 他们两个人 其实也早就开始了 四处求治 除了给你打针 完了以后 后来就出现了 是用灌肠 灌肠这个事 是没有经历过 这个治疗手段 其实是不能理解 长期灌肠维持 这种人的痛苦 无法想象 包括一些基础类的药 我也都不用过 就是吃了下 可能有一些缓解 但是你不能一直吃的这些药 对你身体也不太好 但只要一停下来 你这个病就一下会反复 想尽治疗手段 但效果并不理想 于是问题也就越来越严重 甚至时常会有尴尬的事发生 我在车上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很尴尬 就感觉没到站的时候 突然间 这个变异是突然间就来了 来了之后 而且是很剧烈的 你马上就想找个地方 去蹲在那 上厕所次多了以后 那么你那肛门 就这个边上 全都是水壮的状态 你连是用手指擦 你都不敢擦 你就拿 就等于用完厕所以后 拿便指就站着 就是站着挨挨挨 就实际上就等于就疼了 他也疼了 就等于就这个肛门 都是水肿的 痛苦煎熬之下 张女士和宋先生 最后都找到了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刘仁海医生 除了为他们开了汤药 还准备了之前我们见到的 特殊疗法 中医的书上呢 有句话叫做 凡药之不及 或增之不到 比救之 就是说 药呢 不能够治疗 症救呢 症也达不到 症吃也不行 就是救法 救法呢 反而能起到它的作用 比如说在这个病 它消化到的疾病 药也吃了 肠也灌了 但是呢 时间差了不行了 这么办呢 就救法 爱酒 很多人都熟悉 可这又是什么酒法呢 疑问 自然在那些 爱住下面垫着的东西 一块块深色的小圆饼 直接放在了两个人的肚子上 第一次见 觉得 还以为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东西没介绍过 原先就是 那个爱酒 接触过 现在这种东西 也介绍过 以为是吃的呢 就像小格力 那种冰淇淋 那种月饼 我以为是让吃呢 爱酒啊 是常见的中医外治方法 我们中华医药啊 曾多次介绍过 像爱调酒 卖力酒 格言酒等等 想来啊 大家也不陌生 可像刘仁海医生 这回选择的酒法 还的确是第一次见 和两位患者一样 我们的记者最感兴趣的呀 就是那几块 放在他们肚子上的小月饼 这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小月饼啊 你看这下个月饼 其实呢 它是由中药组成的 把它拌开两半 你看呢 里面都是中药 是由中药粉呢 做成的小月饼 就是由中药 打成药粉 来做成这个月饼的 那有哪些中药呢 比如这是 这是黄莲 这是我们都说的黄莲 这是肉桂 肉桂呢 比如香味 咱们做菜的做肉桂 这是圆糊 圆糊 这是圆糊 这个呢 是车香粉 车香末 我的四味药呢 做成药面 再做成药饼 再给别人去救去 原来 患者肚子上的 其实是中药药饼 不过 刘医生为什么 要隔着这些小药饼爱酒呢 不妨先来听听中医 对这个病的认识 中医认为这个变农穴 中医讲的热胜肉腐 热胜了 就把肉腐烂了 就好像咱们 家里买一块肉 没有发到冰箱里面 发到外边了 太热了 这块肉就腐烂了 腐烂了 变成浓血了 就热胜肉腐 肉腐成浓 所以这个病嘛 就由于皮身阳虚 到处了水死不化 那水死不化呢 就像咱们一块水啊 老流不流了 慢慢就采出湿热了 中医说的阳气 指的是温氧全身组织 维护脏腹功能 防御外息侵袭的能量 它与体内水死的相互作用 就像一个火源 烧一盆水 如果火旺 水就会蒸发 向蒸汽机提供动力 推动人体的一切活动 而如果阳虚了 火源就不忘了 那么水便不能气化 水湿便会向下流 终于称为湿热下注 而形成腹泻 它为什么向下流呢 水会脾身阳血了 不能够温化了 不能够变成气了 水就往下流 那么流的话呢 治疗的话呢 就要温不脾身 温氧化湿 这样呢 能够温化水死的话 它就不向下流了 所以呢 我们就用温氧健脾的方法来治疗 从中一讲 就是它就呢 可以健脾温氧 可以补正气 补正气 浮正去血 爱酒的火热 恰可温化水湿 而同时借助放在患者肚子上的小药饼 其中的药物又可以加强功效 因为咱们讲了 科学大爷呢 是不需标识 湿呢 就是湿了下注 所以呢 就花点清了离湿 肉桂呢 主要瘟痒 肉桂心肝大热 瘟痒作用比较强 因为监察员呢 主要是阳虚 所以用它呢 做主要 这比较比较大 这是圆壶 圆壶呢 是瘟痒 瘟痒脂痛的 因为监察员呢 做得不痛 它脂痛作用的比较好 这个呢 是扯香膜 温氧的话呢 它出现走串 新温走串 还有出现口气 出现吸收 这种将药饼垫在下面 进行爱酒的方法 就叫做格药酒 药饼的成分 借助爱酒温热 加强渗透 效果直达病锁 一举两得 用那种爱酒 做成的爱条 应该是做成那种 小的那种 像小蛮子 小窝头状的那种东西 放在上 打火机一点 随着这个烟 烟雾缭绕 慢慢慢慢的这个升温 这小艾 这药饼呢 也升温了 传到你这个肚子上 接下来 刘医生每次 等到小艾柱 快要燃尽的时候 会重新换上一柱新的 就这样 连续烧了三柱左右 不到半小时的功夫 整个治疗就结束了 当时就感觉到 挺温和的 挺舒服的里面 而且能感觉到 好像一股气流 还是什么东西 就通过皮肤就进去了 好像在里面 来回串的 有那种感觉 就像你抱着肉水袋 那个光是烫皮 但它不让里肾 这个呢 就有一种热量 热的那个感觉 是往肚子里头渗 其实 小药饼的薄厚 也十分关键 太厚或者太薄 都不行 如果药饼太厚 会影响到药物 渗透吸收的力量 如果太薄 则隔热的效果变差 又容易引起烫伤 经过多年摸索 刘仁海医生 掌握了当中的技巧 他将研磨好的中药粉 按照严格的配比 称重 再由统一模具压成 就成为这些厚度 刚刚好的小药饼 除了用药和酒法的精心选择 在肚子上湿酒的位置 也是有讲究的 虽然搁在肚子上 但是不随便搁着 作为一个穴位 中间肚体上是神圈穴 肚体两边的 叫天宋穴 旗下三寸子 叫观月穴 咱们说 这个科药饼 所谓本序标识 本序就是脾胜良穴 脾气不足 肾腰细衰 这个神圈穴 它是有浑阳 骨肾 健脾的功能 这两侧是天宋穴 天宋穴 它是大肠 就有的木穴 它也具有温肾 健脾 五阳 主治 便秘 腹泻 消化道的基础 下面是观月穴 是小肠 就有的木穴 它主要是骨肾的 骨肾的 所以比较强 黄蜂热 在通过药语 不停地提到 骨蜂热 通白 提到药物 中医称为 齐为命之地 难经就有记载 齐下肾间动气者 人之生命也 十二经之根本也 在肚齐这里进行爱酒 恰好能够使爱酒的热力 透过经脉 达到肾脏 对补义温阳 事半功倍 坚持了一个多月以后 基本上就算 把冬雪变就控制 次数控制住了 晚上肚胀的症状 就是 也减轻很多 这样特殊的外置方法 体现了中医特有的治疗思路 现代医学的研究 也证明了爱酒 在治疗 溃疡性结肠炎方面的功效 中医酒法 渊源流长 种类很多 其中的隔药酒 也就是说 在皮肤和爱住之间 隔上某种药物 而施酒的 这种方法 属于间接酒 应用广泛 东晋葛红的 《肘后背疾方》 这部书里边 《隔算》 《盐》 《焦》 《黄纳》 等施酒的方法 均有记载 唐代孙思淼的 《千金一方》中 更有对 《隔岩酒》 《治疗临病》 《隔算酒》 《治疗裸利》 有着详细的记载 《药》 《真酒》 这是中医的三大法宝 而《隔药酒》 将这三者的优势 巧妙结合 既有药物的作用 又有酒疗法的功效 同时 还有刺激经络穴位的效果 可以说是一举多得 了解过这个《隔药酒》 想必您同时 也明白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 当阳虚出现的时候 也容易致使体内过多的 失着 无法排出 而引发健康问题 那么现在的人们 这个生活习惯 比如说熬夜 过时肥干后胃 抽烟喝酒等等 再加上精神压力大 这些都容易导致阳气耗损 和失着淤积 虽然不一定遇到上述两位患者的问题 但是也容易出现困倦乏力 食欲不振 大便 糖蟹等等这样一些症状 那为此 刘医生也推荐了相关的药膳 有助于温阳补肾 力施化着 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 制作这道 一米白鸡山药粥 您首先需要准备 鲜山药100克 白鸡15克 干姜10克 以及100克的薏仁和适量大米 这道药粥原材料十分简单 但美味食材的功效却非同小可 制作的方法很简单 首先将薏仁和大米用清水淘洗干净 去掉杂质 这一米呢 它是一个中药 中药叫薏仁 也是一个中药 它主要是健脾力士的 中药力士中药 这一米呢 现在很好的药 它不光能够去世 还有一点烤矮的功效 请注意 您可以提前将一米泡一个小时 这样再煮几周来 口感和营养都会更佳 说完了主周用的义米 咱们再来看看这道周里边 用到的另一个主要材料 山药 山药呢 大家都知道 咱们吃呢 也经常是山药 但是呢 在装药里面 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药物 它有健脾 它有健脾直线的装用 补脾气 大家都知道 切罐山药 什么挺好的 它有那个 也有萌养的作用 有一定的萌养作用 因为咱们这个病呢 与养血有关系 尤其病是罗易德 所以咱们再用山药 做这个粥和 有好大的好处 把准备好的大米和薏仁 一同倒入锅中 加入适量的清水 加入的水量 以没过食材 两个指头肚的高度为宜 然后将切好的鲜山药段 倒入锅中 最后 加入生姜 开始煮 干酱呢 它是翁牙的 补牙的作用比较强 如果没有干酱 搁生姜也可以 生姜呢 它是温中散寒的 它这个补牙的作用 没有干酱好 但是呢 去寒 感冒了 肚子喝了生姜 生姜汤 它是温中散寒的作用比较好 煮大约四十分钟之后 等到一人开花软糯时就可以了 正常人呢 普通人喝的话呢 没有问题 他可以肩脾 瘟羊 还可以沥湿 因为尤其他在夏天 夏天的话呢 比较湿肾 注意认为夏天的是湿主 湿天为湿的时候 你喝了这粥呢 可以去湿 有一点的不易做 也挺好的 还有些不易胜气 改善这个整体的耐环节 此外 如果是有便血情况出现的朋友 最后还可以在粥里 加入十五克的白肌 可以受到不错的效果 白肌呢 它有补虚 健胃 还有止血的作用 这样的话呢 它可以摇胃 对吧 通过粥的作用摇胃 而且呢 还有这个止血作用 如果是说 有些病人 已经有这个病的话呢 有病能血 有症状的话呢 我们可以粥里面呢 各十个白肌面 搅到一会一块吃 那样呢 还有治疗的效果 效果更好 观众朋友 在这儿啊 需要提醒您注意的就是 这道药膳啊 是适合那些 有阳虚表现 同时体内失胜的人 来服用 而阴虚火旺的人啊 比如说 有消瘦 嗓子疼 嗓子肝 舌红 胎黄 等等 这样一些情况的人啊 是不适宜使用的 好了 观众朋友 本期节目到这儿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别忘了中华医药 牵挂您的健康 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